大賴喇嘛星期三在印度曼邁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中國的情況在過去30年已經出現轉變 新一屆領導人有能力因應新的現實採取行動 據說 有必要去往往的風向 那是 政治, rule of law, 都這樣 所以 中國的中共國民國 我相信他們也有可能性 去做新的現實 現在我們看 現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目前已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他將會明年3月正式成為中國國家主席 完成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權力轉移 習近平上入後如何處理西藏問題 以及最近越演越烈的藏人自焚事件亦受到全世界關注 流亡藏人星期三在印度東部的西蒙加拉邦舉行燭光晚會 悼念用自焚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的同胞 大批集會者手持蠟燭和雪山獅子旗為自焚者誠經 目前自焚藏人的數目已增加到86名 但在上個月就有23人 喜馬拉雅佛教文化協會的秘書長索朗拉麻說 他希望國際人權組織能夠正視有關問題 北京將自焚藏人視為恐怖分子和犯罪者 他們認為這是達賴喇嘛教唆狀人自焚